宝石三点 龚翔宇从四号位发动 对 凋链鱼开始发球 一飞反忧起球 强行的给快攻啊 好球打到尖利 黄承越的篮网高度还是不错的 1米93的身高 你看在打的过程当中 其实江苏他网口还是挺有优势的 不光有进攻也有篮网 天丁队呢高度也不错 但天丁队总体来讲啊 篮网的这种效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好球 直接看投球打死 开场江苏的优势还是很快啊 显现出来了 江苏队整体发球也不错 他不光是一个点 整个好几个 像张长宁啊 然后凋零宇啊 甚至是龚翔宇 花球都很好 战术打得很清晰 江苏队可能发球稍差一些 就是两个复攻啊 江苏队呢除了凋零宇之外 五个攻守应该最矮的就是小宇 小宇报名身高是186 往前把这个应该是吹了出网了 你看这球传得非常好啊 虽然不是特别的到位 但是推这个平拉开的速度还是推的很快 然后应该说攻守在打的过程当中很好借劲 刘孟瑶 王晨月的去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啊 之前其实也是在国家队参加集训 王晨月应该说篮网还是要比进攻好 确实篮网是他的优势 又是一传没有到位 还有机会被禁队 还是给四号位好球 今夜这小手腕变得还是有点意思啊 显示出了进攻的手法 对 这个球切得非常好 他这个高度啊 只能靠这个拐手腕了 因为篮网高度确实比较高 再一个他他的进攻高度也不够 所以他不可能直着切下来小学线 这个球呢 刁铃鱼强行想组织这个远网的快攻 这球角度还是太小了 所以难度非常大来打快攻 所以对于二传来说 分配球还是要合理 是 好球学了点 学二回来对于江苏队还是比较重要的 比起了这个张强宁的对角 对 吴寒呢确实身高比较吃亏 吴寒只有1米80的身高 还是平拉开 这球拍的位置不错 造成了北京队无功 这球应该说公强宇和二 后面二传还是没有配合好 下来之后 让他捞了一下 这球捞的也不是很好 你要捞就捞高 对 捞的方向不太对 这球捞的方向不太对 任凯宇 好发球 好的转移的速度也很快 我相信这边还是没有打开啊 这两个球都太匀速了 扣的 呦呦 没穿好 张长宁补到 乱对乱啊 最后是 这个 三后卫这边打死了 周星亦 周星亦也是1米87的身高 之前王晨月不能打的时候呢 他跟魏雨昕 还是四号位 嗯 好球 硬塞下来的 今夜的进攻还是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在线路打清楚的情况下 他还是有优势的进攻 优腹的力量不错 对对对 但他整个的弹跳的高度 并不是非常突出啊 但是也能跳起来 也不是属于跳不起来的队员 好球 这球还是 戒内的 其实在江苏队啊 埃霸最多的就是 刁铃宇跟这个周星亦 训练当中 这个蔡指导要求 这球还是挺高的 哎 好球 这个球甩得很漂亮啊 给了一个后攻 所以你看李海琳 他在整个组织战术当中 虽然跟复攻的球不多啊 但是利用三个定点强攻的 这个战术的穿插 还是很合理 这个球是完全 甩开了江苏队的篮网的 张唐琴再补过来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对 对 小姐这个球判断失误了 这球确实发的质量很好 嗯 我们看龚翔宇也是跟着球在走 速度还是很快 你落下的这个速度还是很快 所以确实很难判断 北京的机会 对 还有 张唐琴 好球 这个给张唐琴把球立住了 他就好处理了 张唐琴的状态现在真的是很不错 从受伤 我觉得到现在应该是状态已经恢复过来 都是许带的 周星义 好 好吧 再次了 快서出该两点注意 六手 有点 可以有点 可以有点 也是发球不错 所以 换言之就是两边今天上来 遗传都不是太稳定 但是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 他如果遗传不稳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要好于北京队 北京队在这个方面处理一旦不规律的球 他还是有点慌乱 江苏队还是比较有章法 好球 嘴雷海琳确实 还是一个很敢传的二传 他这个球 他不单敢传 但是他传球的质量也很不错 他在这个年轻二传当中 他传球给劲儿给得很好 所以你看攻守在打的时候 他都能借上劲儿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有速度啊也有力量 还是给张苏宁 枪速队的机会 好球 最后还是张苏宁解决战斗 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 确实是边攻的实力要更强 所以对北京队的要求会更高 好发球 今夜这一点的遗传也是比较吃紧 确实有时候你看他 倒手球垫的整体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动作很标准 把球收进来 然后垫出去 腰部也能控制住 但一旦两边的球 甚至是比方前后的球 他的这种能力就差一点 难点在哪里 难点我觉得一个是判断 再一个就是在动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种灵活度还是不够 你看发正的时候他手感很好 但是一旦这个没发到他手上 让他动起来点 效果就很差了 可能脚下跟整个人的这个协调性 会要有更高的要求 就像我们排球运动员说 这个队员灵不灵活 有些队员就非常灵活 同样的身高 但是有些队员就脚下很笨 脚步就倒不过来 而且我们这一批运动员就是这点优势 人很高的情况下 协调性也很好 协调性啊 然后灵活度都很好 你像张长宁和朱婷 现在在国际上 对于主攻来讲 能打这么快的平拉开 跟他脚下灵活有很大的关系 一船防守也很好 现在进攻也很好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这一批人啊 抽一块确实不容易 你看现在咱们看这个全景赛 年轻的攻守还真没有上一米九的 对 副攻倒有几个 但是副攻比较软 主攻还真没发现 年轻的有上一米九这么好条件 我们都被这个朱婷跟张长宁惯坏了 感觉至少一米九啊 你才能在国家队打这个主攻的位置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 王一竹其实一米八七已经不错了 这个身高条件 那就对你的下三路有更高的要求了 张长宁这两天啊 都有发球失误 以前其实比赛当中倒是很少看他有发球失误 今天龚翔宇的整个进攻还是没调动起来 这边篮网 许罗亚身高其实是不错的 许罗亚有一米九二的身高 所以江苏队这边篮网是挺高的 一个高再一个我觉得篮网的整个的能力啊 也比较强 对 就是现在啊 目前跟国内的这些队员比 是 你看天宁队也高 但是天宁队整个篮网的效果啊 能力上并不是很好 甚至是国手王源源啊 这边长得身高也很高 然后也很协调 但是破坏性篮网非常多 就是在篮网端没有经验的感觉 五分的分叉北京的叫暂停 北京队啊 打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喘的问题 他就是丢分太快 一船一旦出现问题之后 他就有点混乱 其实他在好球的状态下 他进攻打得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球 其实一船上得很好 到金燕手上啊 他上的整体的节奏啊 弧度啊 确实手感非常好 金燕呢 因为前排主攻啊 所以这几轮其实 是比较吃力 嗯 又要兼顾一船 又要兼顾进攻 任凯一的发球 还是给金燕 王口 还是有点着急了啊 蓝的过程当中出网 雷海林是出生于2000年 2000年的4月 1米80的身高 看到小的就希望他们能再涨一点 涨个两三空分 对 对 对 特别的 很高的了 哎 可惜了 现在国内一个是这个梅小涵啊 山东队的二船 1米86的身高 但是我觉得二传呢 是这样 就是你身高高 没有关系 但是你高要体现在哪 体现在篮网好 对吧 我们现在有些高二传 其实篮网并不是好 对这个就比较吃亏了 对对对 然后你的下三路再不好 对吧 传球再不是那么的突出 那丁霞刚开始 其实就是防守好 坑拼 对 那丁霞好的一点 我觉得打球的 那个气质好 北京队再叫暂停 一个暂停止不住 遗传不好 它还是乱 还有呢 就是这个孙燕 一米八七的身高 这次全景赛是在恒大 所以这些年轻的二传啊 教练给机会来打这种比赛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对每个队员他都有一个上升期 如果你在适当的年龄阶段你如果能够技术上上一个很大的这个层次之后呢 你你会成为高水平了如果在你适当年龄阶段技术没上去 没比赛打 一个是比赛一个是训练 我觉得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有很多球迷朋友们说就是队员这主力替补 对吧 主力比赛多 替补比赛少 但是如果你的功底比较稳比较好的情况下 上场比赛教练给你机会 你一样能发挥出你的水平 对 这个球也可惜了 后排好不容易起个球 对 水平队就是这样 他在来回连贯的时候他容易断倒 就是其实他整个的一板的这个防反的阵型还是不错的 江苏队换人 王宇齐来替这个石油压 王宇齐是1998年出生 暴明暴的是接应1米80的身高 好球 这个球真的雷海琳组织的球啊 只要能让他好好组织 球速还是很快的 组织的节奏也不错 小宇也是判断准确 我们这个复工的发球啊 真的是 联赛里发球可能失误最多的统计下就是复工 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刮队队员就俱乐部的这些复工 尤其是打主力的复工 你的发球 还有你的这个小球 是 也挺重要的 你别看发球上了之后的那一次防守 其实很重要 我们自从有了自由人之后 复工其实特别不重视防守 人也越来越高 对对对 因为复工对篮网的要求高 所以呢复工的这个选材上人也越来越高 所以就是对于每一个复工人来讲 你自己首先的重视 不要小看这一点 有了自由人确实对复工的选材要求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上演队五连冠的时候 李一芝才1米74还是76的时候 对对对 打主力复工 1米77 打主力复工 有特点 对 后来有了自由人呢 这个复工基本上都1米9往上 江苏队其实今天发扯失误也不少 对 北京队呢是这个7号自由人刘天是来接一传 然后呢18号自由人刘新锐 是来防守 好球 空门啊这个球 其实刁链鱼也在调动龚翔羽 打得不错 好防守 尼飞凡 王口刚才您 很清楚啊 很清楚啊 是 往二传这个位置来打 而且江苏队啊就是 这个后排只要有几球啊 很有信心 他前排能够把这一分给拿回来 张昌宁状态好 所以扣难球能下球 就跟朱婷在前排一样了 对对对 反正就把球救起来 然后撩高 四号位 给你立好了 你来解决 江苏队的局点 林凯宜打的这个球 还是比较飘啊 速度比较快 所以防守人有时候会犹豫 这种球啊 其实很难防 有时候倒手球也不好控制 不如你卷下来 往地板上 给我打得湿那种球 反正好防 交叉 确实 橘末还是给郭昌宁打两个 比较舒服的球 这样呢25比15 江苏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局 我们稍时休息一会儿 回来看 雷海林发球 北京队的二传 好球 虽然上早了 但是起跳时间控制得不错 这就是有经验 为自我调整 张张宁确实这一次 状态非常好 没滚往球 刘孟娃呢 也是这个吹发心眼啊 就预判上 第二反应上出了一些问题 没有配好 石油压 这球 有点随意啊 刚刚看张川景在转球啊 前两天这个转球也上热搜 其实还是之前打沙牌留下的习惯啊 因为打沙牌呢 要把这个球上的沙子给转掉 好 好的 北京队机会 机会 漂亮 好球啊 所以雷海林真的是 好好传啊 节奏是不错的 难往下来的这一项 球捞得太远了 这就是小球啊 倒手球怎么能起高 副攻的小球确实 我们国内联赛的这些副攻 还真的是得好好磨一弹 石油压 黄沉岳来发球 一传顶的非常好 好球啊 好球 看着都舒服 对 这个球啊 垫得太靠王口了 磨在手上 想法也不错 嗯 这球虽然没有摁到对方手 但是 磨到了 非常清楚抹到了 敬叶的这个外侧的手指 还是王承越发球 这段时间 北京队呢 确实 雷海林跟副攻啊 有一些 配不上 但是这种磨磨掉掉的球呢 其实江苏队也挺难受的 这江苏队啊 还是没有 把握住 这个北京队的打法 其实北京队的两个副攻 几乎没什么实打的球 打 就像你刚才讲 配不上 打不上 所以呢 呃 不用死命的去盯副攻 他就算打了 也让他打了 他主要还是在这个两边 三个定点强攻 副攻的球呢 尽量不要被他这个 打在手上造成这种破坏性的球 副攻打的时候 主要还是以防掉为主 对吧 就算他打了一个干脆的 那也是偶尔 他不是重点 所以你抓着大头 小语发球 哎 今天江苏队发球事务也不少 真是不少 任凯一 这样呢 北京队进入到 两点弓的轮次 配不上 跟副攻配的都不是很理想 天津队跟副攻配的也不好 对 天津队主要 哎 这个球 还有还有 哎 可惜了 这些乱球啊 北京队处理的能力上差了一些 这次全景赛大概跟天津 呃 跟这个副攻配的最好是差一队 嗯 主要老二传 变迹倩已经 变迹倩90的 天津队呢也是摇地不在 所以确实还是会受点影响 张潇宁 好球 公祝你 因为小时候打二传啊 确实他的上手球传的是非常好 所以其实对于公祥宇来讲 如果一旦在场上攻打不出来 其他环节做好也一样 是 耐心一些啊 因为他其他环节的攻体还是不错的 防守啊 然后 甚至是遗传啊 像你刚才讲的小球啊 都还是比较细 好球 这个球配的不错 还真是雷海林跟几个边攻手的配合 球都立得很好 他确实你 你从眼观直观也能看到 他传的这个两边拉开的球 球传的确实非常舒服 对 有速度有力量也很稳啊 然后球头立在那 不像有些二传传出去 球看似到位 但软绵绵的 这个其实是底子 接下来才是你去磨那些战术啊 组织啊这些东西 不过有些二传呢 他是这样 你像这个李海林 我觉得他就是 应该是传这种 叫什么四号位二号位的球 好于战术球 这个球也是还是粗糙啊 两点 打开炮了 接着二传这个讨论 好像我觉得所有的二传出来 可能都是二四号位传的 应该比战术球来得强 没有没有 没有吗 这是特点 像我们那批的时候 冯昆他的这个 二四号位传的就好 好于战术 就是跟自己相比啊 这个宋依娜就是战术球传的好于 二四号 这个是训练方式上的差异吗 还是 我觉得 应该不是 还是跟就是队员本身有关系 啊 9比7 这段呢 江苏队也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情况 张宇来发球 张宇的发球也是 其实真的 拼得很厉害 对吧 开着球出界也好 出界出那么一大块 然后下王也是下那么一大块 关键是即使教练能换你发球 一局也只能换一轮呢 不过昨天他发球还行 嗯 就是有起伏不能 这是 对于高水平论员来讲 这是一定要避免的 对 要不你老这样 永远成不了高水平论员 张昌宁 张昌宁今天状态是真的 整个全景赛状态 也真的是很好 所以张昌宁的状态好了之后 到了奥运会 朱婷的这个对击 对对对 就会好打很多 我们两个主攻都不弱 我们两个主攻都非常全面 而且 小鼓都串联上 对 乱球来了球 吓一跳 天天 北京队就是这种状况 好了 分叉又到五分了 北京队叫暂停 所以他平时的小球训练 还是有问题 扣得不细 大家很着急 都去抢 一人一个位 该是谁的谁上 特别是高球 就有人上 天天准备进锅 包括衣服 包括衣服 体育没有了 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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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保护 注意保护 合理 车的也是合理 再一点过分 再想 看也能在哪 先穿 一二张 一二张 暂停回来 第一局的两次暂停回来 北京队这一分都是拿下来的 看看第二局这个第一个暂停之后的情况 终于配上 这没配上 打手之尖 着急一看 退两次 推两次总能抹到一个 好球 这个球配得很清楚 黄晨月其实控制好伤病的情况 还是有机会再去网国家队走一走的 天赋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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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的年龄也还正好 嗯 保护了 这球也没法打了 小语掉 其实掉的弧度还是有一点点高 他掉这种球 其实效果还是不错 嗯 篮往下来的人也不好接 后面上来的人嘛也有难度 嗯 一旦又是出现问题 江苏还是发球轮强 虽然有失误 但是他总体来讲 每一轮的发球都有攻击力 张长宁凋零雨 对吧 都是平冲的这种 速度很快 还是这个问题 今天江苏的篮网 其实需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好球 这个被平传得不错 好球 像是对这个调球防得还不错的 前面好多调球都没防止 对 还有 这边篮网还是不清楚 就不要复攻了 对吧 早点 对 抓这个 复攻可以偷跑了 篮网的复攻已经可以偷跑了 张长宁凋零也是这个球开炮了 这个江苏队如果今天要是能控制好自施啊 他这个比分拉的还能大一些 嗯 自施还是有点多 好球 哎 哦 这个球应该是出戒了 而且这段 不管这球出戒没出戒啊 但是状态看起来 进攻的状态啊 出来一点 好球啊 这发球不错过往击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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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口有保护 上早了 应该仰着在打 好球啊 任太一 雪人亚这个攻啊 还是没有练出来 我觉得这么高的身高 攻击力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有点可惜啊 你看其实在国内基本还是够用的 其实说那么高的身高呢 没能这个去国家队了 或者国际赛场再去往上走一走 有一点可惜 所以将队有他没他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这要看替补队的差距 我觉得吴寒也很努力 吴寒确实是胜高吃亏了一点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太可惜了 好球打丢了 这球呢 这球呢 只是吊练宇传的球是往外走的 所以 周星也在示意 他应该往里再兜一兜 吊练宇这个右手啊 发力的气儿啊 比左手要 怎么说呢 比左手发力要大一些 所以他好多球都到 好球 有一次他们训练这个 蔡找我就在说 你传三号位的球 你得往前送一送 但是呢 你又不能送他太过 所以一直在磨他这个三号位 网口 网口确实将是对优势太大 这些啊 我觉得就对于李海林 是一种锻炼 其实二船对于这种网口球 你踩好点了之后啊 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所以对于小队员来讲 这个比赛 这种球你怎么能慢慢的 去找机会 去得分 我完全没法打 球还是到 所以你看队员上去之后 球一直都是保持在后面的 林海林确实这种到位球啊 他是穿得不错的 看着都舒服 我刚才注意观察他 他取位非常好 他不走着船 也不跑着船 他就是我脚下其实还是很快 你看我到位之后取到位 然后出手船 所以他这种节奏 其实 对于攻守来讲 很好找这个进攻节奏的 能够帮攻守 能够帮攻守 其实解决很大一块问题 你看他这个跳船 到位了跳船 不是跑着船 然后走着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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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這個球阻止得不錯 教練宇其實還是挺有想法的 但是就是剛剛尹姐提到的這個傳球的兩個手的高度問題 嗯能多多少少限制了他的這個發揮 對沒辦法 因為這有人都是有優缺點的很正常 只是要在平時的訓練當中多去彌補 比如說我右手發力大一些 訓練的時候多磨一些 這是二傳小時候基礎沒有打好造成的問題嗎 嗯我覺得也也不是 就是他有時候吧 他這個你想他二傳他天天在練傳球 對 對吧 教練永遠射的是兩個時候要放平 對 他跟這個基礎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還是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有關係 時間長了之後 你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你就要怎麼能夠彌補改進 還是張超寧 這個對不起 許瑞亞 許瑞亞 許瑞亞看著長得挺壯實的 但是力量還是不夠 許瑞亞還是沒有立出頭來 很好打 看要不要叫一個暫停 這段確實有點亂 如果你場上老隊員多的情況下 像這種打這個隊伍 打北京這樣的隊伍 真的 大家就能就在互相提醒呢 就不要不要復工的重球了 我就放他掉 嗯 重球你打了就打了 你看現在他張宇和這個復工打了幾個重球 對 就沒打幾個重球 小宇 小宇這段進攻確實是打開了 江蘇隊請求換成功 十一包獎 二十五勝 二十五勝 永樂另外一位二船來替這個王成月的發球 永樂是2000年出生也有1米82的身高 他走了 他走了 這球王成月應該說籃往還是下降的時候 劉夢瑶才打的 劉夢瑶這個比賽打到這會兒快兩局了 也沒扣幾個球 但是他在後面這個一傳防守啊 還是出了很多力 做了很多貢獻 上去 上去隊還有 張昌寧 張昌寧這個球 猶豫了一下要不要打 打得很好 這就是攻守你有力量有速度 對吧 就看出優勢來了 這麼開網的球 對 打出速度和力量來 防守一樣不好防 雖然這個距離這麼長 這樣江蘇隊拿到第二局的局點 好發球小羽 還有 二十五比二十 兩局過後江蘇隊二比零領先 我們稍事休息一會兒來看雙方 第三局的比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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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練運來發球 兩邊真是三局比賽 今天輪刺痛沒轉過 江蘇隊今天有發球失誤 但是確實整體他們的發球效果 還都是不錯 對 但是對於江蘇隊來講 如果高標準要求的情況 是 還是要控制好姿勢 然後不光是發球 其他環節也是一樣 今天應該是 三個國家隊隊員 都有發球失誤的 哎 兩個放一塊 這球 這球按正常來講 和自由人在一起 就自由人來了 就是攻守的余光 嗯 群下可能也沒瞄到 尼非凡已經過來了 有一點受影響 那換你 這樣 第三局的開局 北京隊3比0領先 好球 強點強的還是很快 好球 強點強的還是很快 还有 还有 这球传的 再看北京队 今夜 封手张探宁防盗 炸条公电得不错 好球 小语聪明 这时候挫得很漂亮 现在 其实对于自由人的要求也是 除了你能一串防守 垫条很重要 要求越来越高 好大球 小语聪明今天 有一个发球是我 但是整体发球是真的好 本身就高 然后再用跳飘 从这个 从上往下压下来 又有那么快的速度和力量 非常难接 我 看起来 我 看起来 我 看起来 我 我 看起来 我 看起来 我 他不光有速度 他有球投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攻守好打 后攻 我们刘梦瑶在这一点 防守起了很多球 这个球传的 这球还是王晨月的原因 球传的还可以 他是想好了掉了 拿起手来就是掉 还没掉过去 北京队内也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失误 因为冲到底江苏队失误 其实他失误得起 北京队真的不能再有这些无谓的失误 好球 一传好之后 北京的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金叶这几个球定地板 打得也很高水平 这也是 弹网之后 造成了不过一则 刘梦瑶某种程度上承担着跟杨逸一样的工作 其实也真的挺不容易 郭小宇发球 王口 应该这个球就是张宇垫完了 为什么不保护呢 还是准备不够 这些排球队员在场上不是一下 要连续 需要非常专注 许人压 起球传给刘梦瑶打后攻呢 两个人好像都有一点 没有准备好 7比7 第三局的开局 双方咬的还是很紧 好的 一传上的也非常好 这个是三个人准备的都很好 这是一二三三下的技术运营 都非常完美 崩到手啊 这个球 这刘梦瑶打这种好球 他也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击球点也很高 然后又有一定的力量 这一段确实有一点波动 这个球呢又是两个人有点强 加油 来到谁了 该过了 习惯习惯 谁人谁人谁人 好球 好球 周新翼 这个两点弓一定要尽快渡轮 跟二传跟得非常紧 这个周新翼啊 跟这个凋零羽的配合 只要凋零羽不传到 因为周新翼他步伐不太会调整 只要他传得上网 周新翼这一下还是很凶狠的 不过的这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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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点弓 两点弓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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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北京队又要叫暂停 将队反超然后领先2分 暂停回来 所以还是 江苏队虽然会有一些波动 像也有一船直接丢分 但确实他拿分会更容易一些 好的 这段江苏在网口 实力还是都发挥出来了 还是以发球带篮房 发球抓篮网 抓得还是很好的 还是网口 对所以你看你直接拦了两个快弓之后 对于后排人来说 在你防快弓的时候 更应该防掉了 前排篮网是可以去拦这些 这快弓打下来的球 所以后排要更注意掉球了 比方队两个复攻的特点 进攻特点不突出 要快不快 然后战术也不是特别的丰富 江苏队今天在防这个调球的能力上 也不是很强 十三比十 十比十三 雷海林来发球 球发得不错 有起球北京队机会 稍稍近往一点 近三米线 就好打了 对 刁铃宇这个球就压高 这个高度了 打太高的球 也非攻守体力 是 累 对 打这个平球 是累 没错 打这个平球 加点速 攻守也好借力 北京队还是 细脚环节差了一些 你见二传呢 雷海林虽然在这个好球上传得不错 但是一些乱球的处理上 经验啊 还有这些小球啊 节奏的把控还是稍稍嫩了一些 对 又是一传直接送探头 林队这批队员要想上一个台阶 下三路的技术还是很重要的啊 还是要重视起来 不管是一传也好 还是防守啊 然后这个攻防转换啊 细脚环节差的还是太多了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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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队这一段比较顺了 尼菲凡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对 北京队只能再叫暂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练这个时候呢 也确实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三天回来 十七比十 江苏队 还是教练宇来发球 小宇 刘孟瑶这一点明打明确实 刘孟瑶包括任凯宜 金叶 他们三个如果都是明打明的球 其实是蛮吃力的 对 张超宇 张超宇 也很不错 你看电球不着急 对 底座放得很稳 01年的这个自由人 报名上写的是01年2月14 确实非常年轻 江苏队机会 不错 好的 叶尔典 而且要加强保护 小宇 战术弓打得太拘谨 好球 这球拉开了 这球应该表扬一下叼人宇 就是因为球比较偏于三四号位了 所以传二号位是有难度的 大胆甩就容易把篮往人甩开 虽然没有完全到位 但是这个是攻守可以调整的范围内 20比10 好球 好球 这个球确实 只要一传到位 雷凯琳是能帮到攻守的 你看这球 从慢镜头来看 江苏队两个人都跟快攻跳了 还是这个问题 打了一场了 对对对 还是不清楚 我就快攻宁可放了 我也要抓这个两边的球 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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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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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力量 这也是秦叶的特点 打着low上这一板很有速度和力量 但是起伏性很大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了界外了 打不好了 稳定性还是差一些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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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速度非常快 好球 这一点我觉得是看到江苏队的进步 嗯 两个主攻在打这种第二点的这个皮拉开上 我觉得这个高度和速度压得非常快 非常好 比之前好像要更压得好 对对对对对 尤其张长宁打这个半开网的这个平拉开 这个高度有点像这个小短平头上了 金眼这两板轮上了 金眼这两板轮上了 刘棕队是最后 再换人了 九号下 刘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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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上去了是怎么打不知道 打到哪算的 对 然后这样郭晓宇这个发球 就是造成北京队这边自私 24比13 江苏队有11个赛点 江苏队这个球接飞了 江苏队还有还有 江苏队也不叫暂停自己调整领先比较多 江苏队也不叫暂停自己调整领先比较多 好球 这样呢 25比15 江苏女朋友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3比0